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白 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調合刀法 我們看一下 速配 這一個主要是在講招式 武學招式跟增傷 因為還有暴擊的傷害 那一共李白把它分為兩個主要的節點就是屠龍刀法跟 滅世屠刀 屠龍刀法跟滅世屠刀 那滅世屠刀收尾是以出手暴擊傷害為主 狂殺一丈刀跟我們的萬劫刀法也是 也是一個輸出 但主要它是吃暴擊 我們的第一個節點在屠龍刀法是 累積 灼傷 跟負面傷害 累積負面傷害 一次給它 輸出 輸出 那內容呢在家就看一下 然後 主要這個笑李長刀自身增加那個 砂爆的功能 砂爆一看砂爆就知道一定是暴擊嘛對不對 一定是暴擊 那笑李長刀就是笑笑的然後給你暴一下 哈哈 不錯喔 呵呵 那對方每增加一個 那一個 負面傷害的時候呢 我們就會增加 增加暴擊 暴擊增傷 暴擊增傷 那當然就是我們在前面的時候 就是要讓它累積一些 那一個 累積一些那一個負面的傷害效果嘛 那它增加的時候讓屠龍刀法輸出更順暢 然後再讓 那個砂爆 再讓這個砂爆功能的笑李長刀再增加一些暴擊 然後讓圖面試圖刀更大的輸出 更大的輸出 好當然用萬馬奔騰 看可不可以增加一點那個連擊效果 連擊效果 那不射神功呢 對對方造成灼傷啦 所以就是 增加一點那個灼傷的傷害 然後讓那個 節點輸出更順暢 然後只要輸出 每觸發4次的武學暴擊 那對方就會 對我們是一個減傷 減 減傷20%啦 這個不錯啦 可以減傷又可以增傷 然後我們又可以輸出 好我們就用這一組去打啦 先來小事伸手啦 好 他一直沒有反擊 沒有暴擊 但是傷害一排 也不算多 因為有這些都沒有觸發 這個大重大的輸出 再看一場 哦這個輸出可以 這個輸出可以 狂殺大刀 狂殺一戰鬥 狂殺一戰鬥 他為一台 那狂殺大刀也是用暴擊為主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雷台喔 說真的喔 這個調和刀沒有像調和劍那麼順暢 有時候輸的 有時候贏的那種機率沒有調和劍那麼高 那最近都是出調和系嘛 所以調和應該是之後最大的一個 一個強項啦 那我們還是一樣慢慢的累積 慢慢累積我們這個調和的 那個強度 上次 有 閃電五連邊 閃電五連邊 萬千刀法 霸王槍法 霸王槍法 連擊也 反擊的效果也不錯 一整排喔 哇 這個圖龍刀法輸出不錯 哇 有跑混亂 彈彈彈彈 無射神功 閃夢刀法 氣喊刀法 突擊刀法 萬劫刀法 標準的陽刀啊 圖龍刀法 青龍刀法 魔家刀法 烏龍刀法 圖龍刀法要餵食啊 殘血刀法 這個還沒有一整排耶 氣喊刀法 恐殺擊戰刀 神木刀法 滅士刀刀 滅士刀刀 滅士刀刀也是輸出了一個 氣喊刀法 連擊啊 烏龍刀法 萬劫刀法 唉唷 輸出不錯 哇 那個 萬劫刀法 輸出出 出來了 萬馬奔騰 射神功 氣喊刀法 追龍神長 萬劫刀法 射神功 射神功 金輪刀法 氣指纏 欸 負面效果不多喔 烏龍刀法 哇 一整排耶 狂殺擊戰刀 狂殺擊戰刀 哇 不錯 這個狂殺擊戰刀真的很帥 喔 萬馬奔騰 萬馬奔騰 攻射神功 好 鮑鎔 射神功 刀法 石鎔 刀法 石鎔 刀法 萬劫刀法 一指纏 青輪刀法 出來神長 喔 夠嗎 烏龍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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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耶 還連擊啊 帥 看最後一場 標準的羊刀啊 赤焰刀法 萬潔刀法 無疾刀法 青倫刀法 魔家刀法 烏龍刀法 青龍眼月刀法 恐殺一戰刀法 滅水刀 跑溫暖 滅水圖刀 好大的滅尸 滅尸圖刀 有看到最後一次 超可怕的 只要累積出來 最後收尾的真的是有夠暴擊 好 那 這個 滅尸刀王 調和刀戲 分享給大家 那 有機會的時候自己組混看 還是自己組比較有 打出來的效果有出來 真的是很有拯救感 好 這一套獻給大家 這裡是李白 我是李白 我們下次介紹武功 密集見 大家掰掰